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适合参加本课程的培训 当然 有从事Python语言开发职业目标的您 以及对Python语言有兴趣爱好的您 都可以参加本课程的培训 下面我们看本课程的培训目标 第一 要能够了解数据库接口的基本知识 能够运用数据库API接口来访问数据库 能够运用Python标准库中的SQLite3模块来访问数据库 能够运用MySQL Server提供的数据库访问模块来访问MariaDB数据库 了解对象关系影射的概念 以及运用SQL Alchemist库来访问数据库 了解MongoDB数据库的基本知识 能够运用PyMongo模块来访问Mongo数据库 能够运用Mongo引擎这个对象文档影射的库 来访问MongoDB数据库 以及学习完本课程后 能够独立完成数据库项目的数据库编程的有关项目 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中 如何才能够学好本门课程呢 首先要求你能够预先掌握Python的技术语法 当然我们在前面呢已经提出要求了 预先了解数据库的技术知识 在听课的时候最好能做好笔记 以供课后复习使用 课后应尽量先完成课堂上的实例 以及作业 这样呢能够起到及时的巩固的作用 课后要多做实践 以能联系实际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比如你在生活中或者是学习中需要使用的一些信息系统项目 你可以自己来完成 最后你可以加入一些群 论坛等帮人解决问题 学生自己 最后我们看一下本课程学习的几点说明 本课程使用Python 3.x版本的 如果你使用Python 2.x版本 请注意转换一下相关的语法 本课程使用的文明编辑器使用Sublime Text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文明编辑器 其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本课程在Windows764位的操作系统环境下进行教学 这就是我们的课程简介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